没有人完美 我们只有九九点七 爱乐电台FM九九点七 数位平台无远福建 好戏登台 请您上座 老鼻 生生婉约 百转千回 带您追溯昆曲艺术的前世今生 不止有好戏 欢迎收听台湾第一个昆曲广播节目 不止是昆曲 三云三亥 本节目由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赞助播出 开启人文生活美学新风貌 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欢迎来到不止是昆曲 我是刘嘉瑜 我们在上个星期的节目当中 特别为大家介绍了 11月21到22号 台湾昆剧团即将在台北市政府的亲子剧场 要为大家带来两个晚上的《红楼梦昆曲》 上个星期的节目当中 洪威柱老师带着我们的作曲洪敦远 还有编剧孙志文一起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聊了这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 我们更加进一步的来跟大家好好的看一下 在这两个晚上选了八个折子 那为什么要选这八个折子 以及这八个折子到底有什么样精彩的内容 特别为您邀请到了东华大学语文中心的主任 朱家文老师来到节目当中 朱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 朱老师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 会担任每一个折子前面的算是主讲 对 算是主讲 这样的一个主讲也是一个 在剧场上的一个新的创举 或者新的尝试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红楼梦》里面 贾宝玉 石泰君 贾母 林黛玉 他们喜欢看的那些戏 究竟是在什么场景出现的 前后有什么样的氛围 会导致他点出这一则戏出来看 那么这个戏呢 他既然是曹雪芹的创作 他就一定有一些暗示或影射 点了一则戏 这则戏呢 可能影射林黛玉未来的命运 其实当时在看戏的人本身并不知道 但是这个暗示或者寓意就很强烈 会感染到读者 我们想如果这个戏在戏台上能够扳演出来的话 大概也是可以深入阅读《红楼梦》的一个途径吧 感觉起来这两个晚上好像在解读这个《红楼梦》的舞台密码 因为大家其实想看戏就看戏嘛 从《金瓶梅》开始到《红楼梦》 一直到现代作家白鲜勇 简单的说就是如果我这个人呢 在现实生活中看了一则什么戏 他不一定跟我的命运有关系吧 对 但是一个小说家 他如果去写了一个人物 他特别去看了一则戏 那这个戏一定跟他的命运 或者是人物形象塑造有某种程度上的关联性 好像什么人穿什么衣 吃什么药 住什么房子 其实都是为这个人物呢形象富财 那什么人看什么戏 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 好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特别请 朱家文老师来好好的跟我们聊一下 为什么是这八个折子 那当然我们这次在《红楼梦坤》曲里头 也有一个非常有趣的 跟去年很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老师们特别帮他做了一个主题 叫做献给女儿家 献给女儿家 为什么是献给女儿家 这个标题的时候也觉得很美 很喜欢 《红楼梦》呢就是一个女儿国 精灵十二差 而且从精灵十二差分化出来又有 政策复策又复策 其实不仅十二个人 非常非常多的女性 我们也可以说这就是一个女性的大官员 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女性的众生相 或者就说这是一个女性生活史的百科全书 所以进入到女儿国这个国度呢 无疑就是以《红楼梦》为非他莫属 我们要了解女性的话 那么这一次呢特别有个标题 因为去年呢是一个新的尝试 就想要把《红楼梦》里头呢 人物点的戏看的戏呢 复现在舞台上 这样子我们就很满足了 因为通常在读《红楼梦》的时候呢 他们看什么戏也不过就是白纸黑字 这样略过 我们的脑海当中几乎没有戏的人 是没有印象或者没有影像出现的 那如果我们可以帮大家把影像补足的话 岂不是又加深了我们对他的印象深刻 或者是说对这个文本更深刻的了解吗 对 好 达到这样的目的我们已经很开心了 不过去年因为广受好评 所以我们今年就想更集中一点表现 那么集中在两回 一回呢是元春醒清 一回呢是85回呢待遇生日 原则上古人就是在过年过节 有节庆的日子 或者是有生日宴的时候呢 会有大戏台唱戏这样的习俗或习惯 那去年呢散见在各回里面有些精彩戏 我们就这样呈现给大家 今年就想2.0版的话 2.0版 应该要再更集中再更好看 再更加的凸显《红楼梦》的几个重要主题 所以呢特别标注了这个献给女儿家 特别是《红楼梦》里面的两大支柱 一个是原妃 如果没有原妃娘娘 这个家族不会兴起 对不会那么显赫 显赫 一个是林黛玉 没有林黛玉 不会构成一部《红楼梦》的爱情生活史 对 所以就以这个两大支柱 他们的生活情境 所展开的戏曲活动为主 来谱出这个献给女儿家 贝老师这样一点提 真的觉得这个献给女儿家 非常非常的贴切 也让人觉得 好想去看一下 到底她里头在讲的这些 女儿家们的心思 是怎么的想法 那其实就分两个晚上 第一个晚上 21号那个晚上 是原妃醒亲的那一页声歌 原妃醒亲啊 就是构成大官员最重要的背景 因为自古以来说实在的 这个皇室的女眷们是没有回家 这些贵妃娘娘是不可能回家 所以这个九成九以上 是一个虚构的场景 但是她又影射了康熙南巡 就康熙皇帝下江南 直接住在曹家这个事情 曹雪芹当年大概是不太方便 自己就自吹自擂地说出来 所以她就写了一个贵妃回家 醒亲这么一个虚构的情节 来暗喻或者是暗示读者们 我们是接驾的单位 那这么一接驾 就当年其实康熙皇帝下江南 住在曹家的时候 曹雪芹的祖父曹寅 就已经攻击皇帝 看了很多昆曲 这个满洲皇帝 也很喜欢看江南的昆曲 所以要复现那个景况的话 又要符合小说的主题原意 所以就让这个原妃醒亲 也点戏看戏 她当初点了四出戏 一个叫做豪燕 一个叫奇巧 一个叫仙缘 一个叫离魂 豪燕 奇巧 仙缘 离魂 这四则戏 服下了《红楼梦》四大关键 所以它是一个 等于上是伏笔一样的 对 《红楼梦》的读法 就叫《草蛇灰陷浮迈千里》 一部长篇小说 它最后的结局 早早地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只是你还没有发现而已 那么小说里面的典戏 也就是伏笔之一 譬如说这个豪燕 他叫一捧雪 他的故事非常有意思 他讲的是明代的一个奸臣 叫严松 严松的儿子叫严世凡 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人物 有没有一点点认识 他在历史上是一个奇才 很聪明很聪明 听说长得挺胖的 而且只有一个眼睛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眼睛坏掉了 可是他非常非常的聪明 而且他擅长收集 各式各样的古董字画 就凭着一个眼睛 就能辨识这真机 不是赝品 这好东西 而且只要一有好东西 他志在必得 所以这个一捧雪 就是一块白玉雕成的 一个很美的造型的 古董 当时有个叫莫怀骨的人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 人不要太过于炫耀 爱羡 会有来杀身之祸 他有个羊脂白玉的 这个造型的美玉 非常的漂亮 俗称一捧雪 大家就能想象 这块羊脂白玉有多美 捧起来的一堆雪 他就拿给严世凡看 严世凡是志在必得 非要得到他那个一捧雪不可 就害得莫怀骨家破人亡 所以这个故事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就扶贾府之败 贾府其实后来 也发生了一些事情 譬如说贾舍 就是贾宝玉的大伯父 他开上了十呆子的 几十把这个古扇子 非要闹得人家家破人亡 要夺到这个扇子不可 还有秦可卿的丧礼上面 买了一个非常非常名贵的棺材 别人就劝他说 一个媳妇死了 一个山板就可以了 但是贾政不听 非要花好几千两银子 买一个义中亲王老千岁 他坏了事 自己不能用的 非常昂贵的棺材 所以这种炫富 豆腐 这都是导致家族败亡的 一个起始 一个痕迹 所以原非省清 这个手气极好 一点戏 就点出了他们家 将要因妇而败落 这样的一个事实 所以这个一开始的时候 应该就会让人 因为这才十八回 故事等于才刚开始不久 所以一点这个戏 就让人知道厉害了 平常日常生活里头 看什么戏不是很重要 但是在小说里头 主角人物看什么戏 其实就埋下了一个 很深的伏笔跟悬念 所以这次从一捧雪 开始了 对 开始了 更惊奇的是 他接下来 人家说娘娘 请再掌一出戏吧 他就点了长生殿的密室 我们又称奇巧 在《红楼梦》里面称奇巧 我们现在的折子戏的剧本里头 叫密室 就是秘密的发誓 那个密室 为什么更厉害呢 因为现在贾府里头的顶天的 这个晴天的梁柱 就是贾元妃 元妃娘娘 奉早公尚书 贾封贤德皇贵妃 是皇上最宠爱的妃子之一 那么他一点就点了 杨贵妃的戏 可是这个杨贵妃 虽然得宠如日中天 我们也知道 他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是 下场很惨 下场很惨 在马维波被迫上吊自已 虽然现在《红楼梦》的 八十回后的剧情跟结局 有很多人质疑说 应该这样应该那样 那元妃娘娘的死亡 应该如何如何 但是有些探议学者就直指 既然她当年点的是 杨贵妃的这一则戏 应该她也不得好死 小说里头好像只有知道 她病死了 对 而且是说吃太多了 发胖 然后中年发福 然后越吃越多之后 有一天就中风了 第一个这个很杀风景 对 不太美 第二个呢 既然她前面点了这则戏呢 一般人都相信 她跟卷入政治斗争 会有一些关系 所以八十回后 人们的断定她的这个结局 跟现在这个现行的版本 会有一些出入 那么这个密室呢 就说起巧节的时候啊 段落其实非常有意思 在《红楼梦》里面 写得很精彩 那后来这个八七版的 电视连续剧呢 也有一些铺陈 就说元妃娘娘 点了这出戏以后 大家就看 看戏台上的有个戏子呢 就演出了杨贵妃 她在起巧节的时候呢 就祈求这个织女呢 大家说哦 好像是祈求 女孩子这个绣工啊 织布啊的能力很好 其实呢 是在祈求爱情 因为她有一种不安全感 就是情人之间的那种 很优维的那种感觉 就是只要你稍微有点不耐烦 或对我有点不好 我就会胡思乱想 一生一鬼 所以她希望爱情能够永存 那可是我怎么知道 上天有没有答应我呢 这个时候呢 戏台上的贵妃娘娘就唱了一句话 叫做米大蜘蛛丝抱定 米粒大的蜘蛛啊 她吐丝啊 就会断定我能不能永远得到爱情 这就是奇巧里头的一个习俗 一个习俗 就这个八七版电视连续剧 也深得其中三昧 她就让那个迎春探春席春 名嘴偷笑 然后呢 让那个王熙凤呢 一听到这个剧子就噗哧 就这样本来在喝茶还是喝酒 噗哧就这样吐了出来 林黛玉呢 看到他们的表情呢 也忍不住也笑了 原来这个奇巧的时候呢 你剪一种叫做喜珠 双喜的喜 蜘蛛的珠 它是红色的像米粒一样大小的蜘蛛 放到一个很精致的小盒子 像胭脂盒一样的盒子里面去 把它盖紧 然后开始拜拜 说我能不能得到我的如意郎君 我能不能得到我真正的爱情 我的爱情会持久吗 然后经过一个晚上之后 再把那盒子打开 如果那个王很漂亮 就表示上天愿意实现你的梦想 所以呢 当时每一个女孩子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都在偷笑 表示她们内心都在渴望着属于自己那份爱情 但是我们也知道 后来的结局并不尽如人愿 所以一个一个也都是悲惨的结局 最恐怖的是 原妃娘娘在台下看得开心 殊不知台上那个贵妃 就是在演绎她自己未来的命运 这样听起来觉得 好像很追星刺骨的感觉 很厉害的一个手笔 曹雪芹是很厉害的一个手笔 这就导致我们不得不看这个戏的原因了 那我们如果看了这个戏 再回头来看《红楼梦》就更深刻 就不是只是走马宽化 就第十八回 哦 这些戏看过去 结束了 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是 我以前看《红楼梦》就真的是这样子 稀里呼噜 这有什么重要 就跳过去 对对对 不仅仅是戏 有的时候连一道菜 连一件衣裳 跟曹雪芹可能都有深意存在其间 所以她才会成为红学嘛 是 那今天我们就是希望借由舞台的效果 让大家更深刻的理解 我曹公下笔不凡 竟然有这样的深意 其实我们这个有所谓的四大奇书啊 难以对《红楼梦》的望其向背 主要原因也就在这里 那个《三国演绎》啊 《水浒传》啊都很好看 她经不起这样细腻的去参透跟挖掘 越挖越深又觉得 哎呀 这个太厉害了 就连这些细节都能够去做一些含义啊 或隐喻啊 写得非常的精彩深刻 是 是 所以云飞娘娘点了《好艳》 点了《密室》 那后面的《离魂》跟《仙缘》呢 也是云飞娘娘点的吗 对 这四则戏呢 后来都是她点的 她一口气呢 点了这四则戏呢 就埋下了四大关键 所以啊 这个刚刚说的云彭学呢 是扶贾府之败 对 那么这个《密室》呢 就扶原非之死 那么《离魂》呢 是牡丹亭的离魂 牡丹亭里头的杜丽娘 大家应该喜欢昆渠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 杜丽娘呢 是在游园回来以后呢 惊梦 在惊梦当中呢 梦见了她生命中的白马王子刘梦梅 但是醒来以后呢 再也不见踪影 就这么思春呢 从春天一直病到了秋天 就病逝香消玉云了 所以汤贤祖就说了 这个生儿可以死 死儿可以复生 如果死了不能再复生 都不是真情至性 所以是最浪漫主义极致的代表巅峰之作 林黛玉一向也就非常的喜爱牡丹亭 听这个昆曲在二十三回葬花的那一回 她就特别感受的很深 那么杜丽娘呢 是在秋天的时候 中秋节呢 这个不平不孝 哀哉年少 一病而亡 那这个瓶呢 就是那个东师笑瓶的瓶 皱眉头的这个瓶 刚好呢 杜丽娘有这个字 林黛玉的小名就叫瓶瓶 林黛玉就是贾宝 因为她取了这个 就是西施皱眉捧行 那个姿态叫瓶 一个瓶绿的瓶 再一个自卑的碑 刚好呢 杜丽娘呢 应该不能说刚好 应该是一个承接吧 杜丽娘用了这个字 曹雪芹就读了牡丹亭之后呢 就给她的第一女主角 林黛玉呢 也用了这个字眼 其实彼此之间的互相衔接性 是很强的 而且林黛玉呢 也是在中秋节的时候病重 在中秋的前后 秋天的时候 秋风惨淡秋草黄 耿耿秋灯秋夜长 已觉秋冲秋不尽 哪看风雨住凄凉 就说这个 既人篱下之苦 是谁也不能够体会的 我们都觉得说 你很好了 你好不好 你住在大观园又肖像馆 又丫鬟服饰 又老妈 不愁吃不愁穿的 可是她 其实她的个性使然 也是环境遭遇使然 这个一架子都姓假 只有我一个人不是 那我岂不是外人 外人还跟人家要东要西的 她的这个心情就难免很难堪 跟人家伸手嘛 你吃饭不是跟人家伸手要的吗 你一件衣服 难道都是你们自己邻家的吗 所以这种心情就非常的凄凉 她又不知道 风刀双剑 言相逼啊 到时哪一天才是 人生苦难的这个尽头 所以非常的难堪 那么所以呢 这个离魂啊 同样就是借由杜丽娘的死亡 来写林黛玉也是在秋天的时候 病情转重而离世的 所以呢 这一则戏呢 也是原非典的 一点呢 就服了黛玉之死 哇 贾宝玉曾经说过 你死了我就出家当和尚 那林黛玉呢 就把两个手指头伸出来 对着她 不是说耶 是说二 就说第二次啦 你上一次说过了 说你死了我就出家当和尚 那现在又说是第二次 我如今都数着你说要当和尚的招数 就一招两招这样 那果然林黛玉死 贾宝玉就离城了 是 走出了这个人间这个城环 所以呢 这个当时呢 原非醒清的时候 点的第四则戏呢 就是仙缘寒丹基 哦 是这个缘故 对 杜化 说吕洞宾啊 走走走 走在路上遇到一个卢生 这个小后生长得蛮帅的 然后可是呢 怎么哀声叹气呢 那我们来采访他一下 我就问他说 你怎么拉年轻人 他说我不得治啊 他说哦 什么叫不得治 因为神仙吕洞宾 不知道什么叫不得治 不得治 他说不得治就像我现在这样 什么都没有 他说那怎么样才算得治 我是不明白了 他说要飞黄腾达 要赚很多钱 要官列这个三品以上的高官 然后要服应后代的子孙 出将入相是最基本的配备 就是要建功立业的意思 他说哦 做了这么多累不累啊 突然有一点累了 累了没关系 我个枕头很好睡觉 给你 然后呢 他就拿了这个吕洞宾 借给他的枕头 就睡着了 旁边呢 还在煮这个小米稀饭 黄粮粥 那么他一睡着以后 就进入梦乡 一路开始飞黄腾达 连中三元啊 又加官进爵 一生呢 活到了八十岁 古代活到八十岁 不容易 古来西了 不得了的一件事情 果然让他呢 功成名就啊 这个富贵万年啊 等到八十岁以后呢 他就这个归天了 一觉醒来 说因为我怎么睡那么久 吕洞宾跟他说不久 我这个粥还没煮熟 那所以《红楼梦》里面说 万尽归空啊 到头来还不是一场梦 还不是一场空 你还看不开吗 那个炉生在梦境里头呢 简直想尽荣华富贵啊 也飞黄腾达 就像贾宝玉这一生 吃的喝的享用不尽啊 茶来伸手 饭来张口 这个锦衣玉食的 红楼华夏里面 过了这个前半生的岁月 想想到头来没意思 还不是一场空 所以这个原非省清典的 帝斯出戏呢 叫做寒丹记 先缘 讲的就是贾宝玉最后 还是被渡化 所以先缘呢 就是服宝玉呢 离家 所以就是四大关键 一个贾府之败 原非之死 黛玉之死 宝玉出家 就是红楼梦的四件 最重要的事情 在一开始的时候 原非省清 一点题就点出来了 这听起来 真的让人这个 鸡皮疙瘩都起来 真的 觉得曹雪芹 真的是太厉害了 用四出戏 就能够讲到 整个后面的结构跟铺陈 对 这就是最著名的 以戏点题的手法 中国古典小说 加这个最擅长的 一种写作手法 那也要寄托在 古人都很熟悉一些 昆取 戏剧的背景基础上 我们就怕现代人太繁忙 很少静下心来 好好听一辙昆取 也用这个机会 一箭双雕 一举两得 又听了昆取 又读了《红楼梦》 岂不是人间最美满的结合吗 是 所以从这里 真的可以看出台昆 尤其是红维珠老师 他们的用心 真的为大家好好的 规划了这次的演出 那么第一页 就是原非省清的 那一页声歌 十一月二十一号 在台北市政府的亲子剧场 那聊到这边 其实这次的音乐部分 也非常非常的特别 对 洪敦远老师呢 是从德国留学回来的作曲家 对于《红楼梦》 对于昆取呢 也非常的热爱 他可以不眠不休啊 几个晚上啊 不睡觉 录一个曲子啊 然后又轻声的到台戏的现场啊 指导演员们来唱这个曲子 而且他有很远大的抱负 我们也都希望期待他 后续呢能够把这个 除了《好聊歌》跟这次的《网宁美》 能够做出来之外 因为《红楼梦》 它本身就是一组歌曲的名称 因为《红楼梦》呢 第五回里面呢 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 遇到一个仙女呢 叫景焕仙姑 是 他就说 是你的祖先派我来 他们派我来说 你是一个顽固子弟 不孝儿孙 所以我就让你呢 来听一些曲子 了悟了悟 那他听完了 这个《红楼梦》的十二支曲子呢 这个竟然不了悟 完食一块 对完食一块 景焕就说 吃而尽善未悟 那就把他这个遣回去 那中间还有一段故事 他跟这个景焕的妹妹呢 有过一段云语情 就把他拉拔长大 一夜之间就蹬大廊 就成人了 然后这一段云语情结束之后 就让他梦醒就回去 因为他没有悟 他没悟到 所以呢 还让他从第五回出来以后 从第六回开始 到一百二十回 还要经历人生的 长长的一段磨难 才会让他真正了悟人生 所以当时贾宝玉呢 在梦境中就曾经听过 《红楼梦》十二支曲子 我们判断曹雪芹呢 当初也喜欢 《石头记》这个名称 也用过《秦僧路》这个想法 什么《风月宝剑》啊 《精灵十二差》 他都想过 最后他想 哎呀 第五回里面 有一组曲子 就叫《红楼梦》 所以整个书名 就从那个曲子拉出来 就叫《红楼梦》 所以我们也希望 敦元老师呢 将来能够把这个 《红楼梦》十二支曲子 全部都谱出来 我们就把 不仅是把那个戏曲舞台 复现 我们也把《红楼梦》 贾宝玉的梦境里面 听到的歌曲 也复现 那岂不是更美的一件事情吗 是 是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 先来听一首 这个是《好聊歌》 一块来欣赏 这是由 《红楼梦》老师 她的创作 同时呢 在这一次的演出现场 您也可以听得到 《红楼梦》 《红楼梦》 古今江山在何方 望中你对残不了 善不孝 善自好 为妖精亿 忘得了 忠照之分之无多 几道过世 也不了 善不孝 善自好 只有交情 忘不了 君山与日 时安静 君子又随 人去掉 善不孝 善自好 诗言不孝 善自好 只有八色 忘不了 去死云 互乎 独来者 笑声耳酸 水尖了 笑声耳酸 水尖了 笑声耳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到的是东华大学语文中心主任朱家文老师 来到这边来跟我们聊聊 即将要在台北市政府亲子剧场演出的《红楼梦昆》曲 老师我们刚才聊到了这个第一个晚上 就是11月21号晚上 原非醒清的那一页声歌 感觉起来真的很厉害的潮雪芹 其实这个整个《红楼梦》的写作 应该说大家公认了前80回 的写作 确实有很多他厉害的地方 因此才成为一门学问叫《红楼梦》 但是现在接下来要演出的这四则戏 确实出现在80回后 那就会有一些争议了 究竟是不是出于曹雪芹原稿 不是说有一个叙述人叫高厄吗 他参与的程度有多高 就是120回去掉80回 不是剩40回吗 这后40回都是他一个人写的吗 还是说曹雪芹其实有留下一些底稿 可以供他参考呢 现在比较这个学界呢 公认的一个说法呢 就是曹雪芹有留下了一些就是残稿 那么高厄呢 从程伟源这个书商那里呢 看到了这些残稿 而程伟源也要求他帮忙做了一些补坠 因为程伟源在书摊上买到了后面的残稿的部分 掉落零星的里里拉拉的那些部分 有些剧情就衔接不上 就请这个中了举人 还没有考上进士 还在还在努力中的 这高厄呢 来帮忙去书写 所以有些部分可能是他坠捕的 那现在我们看到85回呢 我觉得依然厉害 说不定就是曹雪芹当年的一个设计 跟他想要发展的面向有密切的关系 但无论如何今天也不可考 不过《红楼梦昆曲》呢 这次选85回来作为演出的 这个四折戏的原因之一呢 应该就是锁定林黛玉 在林黛玉离世之前呢 林黛玉是必须要死亡的 无论我们多么爱她 无论我们觉得她多么美 她如果活着的话太不像花 我的长命百岁 生儿育女 又是老太太 感觉好像就不是林黛玉 然后成天采米油盐 腰上又挂了一串一串的钥匙 然后一直气使当家做主 这个可能我们谁也不能忍受 她嫁给贾宝玉以后的生活 所以她的《香肖玉允》呢 势必就成全了《红楼梦》 作为一部千古以来的 好的悲剧的范本的必要条件 所以我们就选择在她 过世前的那个生日 刚已经提到说 古人在生日宴会上都会唱戏 那么这一天呢 就把她打扮了一下 打扮出来的样子呢 是一个嫦娥下半 一方面可能是形容她很美吧 那一方面可能就是她有仙气 脱俗的美 很脱俗的美 或者说暗示我们她快要 成仙了 快要成仙了 这个都有可能 总而言之就是一个具体的形容 说她穿了一条羊飞色的彩裙 然后打扮成了一个仙子下凡 那么第一出戏呢 很有名啊 叫做《湛花魁兽兔》 这个戏的原先呢 这个起源呢很早 在传奇的文本里面就有 说呢 有个卖油郎啊 叫秦小关人 他有一天在路上呢 不小心呢 就看到了一个 当时这个京城第一大名记啊 就是社交名院啊 叫做《花魁娘子》 《花魁》这个名称呢 现在日本人还用 《易记》嘛 《易记》里面还有用花魁 但中文里面就比较少见 但古典的文本里面还有用到 既然是花魁 那应该就是当时京城第一名院 她一见到这个女子的容貌呢 惊为天人 从此以后查不思犯不想 就问头头私底下打听她的价码 那其实我也不知道多少钱 我们就假设20万会不会太多 我不知道 我们也不知道 总而言之她开始存钱 但是她是一个摊贩 她是打油的 卖油郎 每个人都到拿一个瓮啊 或拿一个罐子 去她摊子上面打油的 这种卖油郎 她就一块钱 十块钱 五块钱的就这样存啊 好不容易有一天存到了20万 但是应该都是铜板 她就把她搬去给老宝 老宝虽然嫌弃她 可是想想看在钱的上 都是钱嘛 于是就让她呢 来到了花魁娘子的卧房去等 而且这个老宝呢 还非常逗趣的跟情小官人说 你也不用太担心 你今天呢 已经成功了99.9% 她说那我为什么还剩下 0.01%没有成功呢 因为我女儿不在家 她说那你女儿什么时候会回来 她说她今天跟一个妇人去坐 游艇去游湖 但你不用担心 那个人很老了 她也没什么行为能力 她等一下呢 回来以后呢 还是送还到你的怀抱 但是呢 没想到这花魁娘子喝的是 大醉酩酮地回来 老宝问她说 怎么喝得这样醉呢 她说没办法 人家要灌我酒啊 然后就说好吧好吧 那个然后就说 哎呀我要宽衣我要睡觉 她说不能睡觉 有人花钱了 钱的话妈妈都收了 那这个情小官人第一 她就说没有关系让她睡 然后就开始服侍她 服侍到半夜的时候呢 她说我想吐 她说你想吐啊 你等一下 小姐你的房间 有没有什么脸盆或垃圾桶之类 到处找不到 好了 那她来跟小姐优惠的时候呢 就买了一件新衣服 总不能穿那个打油狼的衣服吧 是 买了全新的一套衣服 她说你等一下 那这个小姐就 呃我要吐 我要吐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她就只好把那件新衣服脱下来 让她吐 当场就报销了她一件新买的衣服 是 吐完了服侍她擦一擦 然后束束口呢 让她上床睡觉之后 她过一会儿又说 我好渴 我要喝水 茶来 这个情小官人呢 又赶快倒茶给她 然后她就把那个茶杯推掉 她说烫 生气了 情小官人说烫啊 哎呦果然烫 吹吹吹 快 好好好 快吹吹吹吹吹 然后吹完了以后就喂她 这个情小官人够倒霉的了 一整夜服侍她 对 整个晚上呢 只是为了要服侍 花了二十万 这个书上说是二十两银子 就服侍她一个晚上 没有睡觉 然后这个戏呢 是《红楼梦》里面呢 是一个第一名角 叫蒋玉翰 她所演的 这个内含的含啊 去掉三点水 上面加一个草字头 这是荷花的意思 花苞啊 蒋玉翰是一个非常美的美男子 像一个出水的芙蓉一样 哇 她是贾宝玉的朋友 贾宝玉其实是在一个无意间啊 看到了这个戏啊 爱上了这一则戏 我们要说贾宝玉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她是一个就是叫姨红公子 姨红公子呢 就姨红快绿的姨红啊 嗯 红学家说 姨这个字是动词 讨好取悦的意思 哦 这姨红呢 就是讨好女孩子 讨好女孩子 取悦女性 她的名言就是 女儿是水做的骨肉 是 我见到女子便觉清爽 男子是泥做的骨肉 见到男子便觉灼臭逼人 哦 她设计的也很好 因为那是一个孩子 童言无忌的时候说的话 谁也不会当真 但是就她一生的宗旨 可是这样的男子啊 被设计出来以后 却是中国文学史上 最孤独的一个男性 大部分的这个故事里头 像《红楼梦》里面啊 像贾莲啊 贾真啊 贾桓啊 这些都是一些色胚子 对 色秘秘 坏男人 只一旦呢 把一些女人骗到手以后呢 马上就丢得像个马蓬锋一样 就往后靠了 那只有像贾宝玉这样子呢 景焕仙姑说 你是古今天下第一大银人 银就是银档的银 我不敢 我只是不爱读书而已 还称不上这个字 这景焕说 银就是多情的意思 就是知情又多情 你知道什么叫情 情这个字怎么写 又很博爱 又很多情 这个叫做银 银本来就是over的意思 就很多的 感情过于丰沛的意思 所以这样的一个人 被曹雪芹设计出来以后 可能也指涉他内心的某一个部分 就是作家本人的心情跟心思 他觉得在性别的意识上 我们有必要到了一个时代 是要转变一下了 以前重男轻女嘛 那我们现在何妨重女轻男呢 好 所以他就写了这样的故事 这样的一个人物 可是这个人物好像太孤独了 在古往今来 所有文学中的男人 没有办法理解贾宝玉 女人也没办法理解他 很多女人就说 干什么啊恶心 还有一些老妈妈说 哎呦很傻呢 好像启笑了呆呆的呢 做了一些傻事啊 大家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所以男人也不理解他 女人也不领他的情 所以他就局局独行 直到有一天看到了这一则戏 叫瘦兔 把衣服脱下来 说小姐等一下等一下 我马上脱好 我马上脱好 然后让你吐让你吐 的时候他才深深的感觉到说 我就知道这世界上 有人跟我一样的 懂得我 对 我懂得他 他也懂得我 我在他的眼眸里 看到了我自己的身影 那所以呢 他非常的爱这出戏 那我们就说 其实在这一次的 11月22号 我们要为大家演出的 这个第一则戏呢 就非常的重要 一方面 在昆曲舞台上 已经很久没有兽吐了 已经没有演出兽吐了 当时呢 温宇航老师呢 寿命演这一则戏的时候 大家问他说 怎么样 来得及吗 排这个戏啊 那他说 什么话 来不及我也会硬上 哇 那其实这个 这一则戏呢 已经在东华大学的 这个领先场啊 已经先演出了 获得一片的好评 那我问一下台下师生啊 采访一下他们说 怎么样呢 他们说 这个人演戏啊 是用他的眼神 跟眼光来演的 你不用告诉我们 他是这个 海峡两岸 华人世界的名角 他一出来那眼光 一扫射四周啊 我们就知道 这个人有名的 哦 所以这一定要来看啊 温宇航 是用他的眼睛来演戏的 所以这次请到他是 不二人选 也是我们非常 就是期待 也很荣幸的一件事情啊 这个贾宝玉呢 是透过寿兔这一则戏 让我们呈现出 他的独一无二的性格 我们要了解 贾宝玉是一个 怎么样的人 看秦小观人 怎么服侍 发挥娘子 就知道了 那种秦态跟神态 就知道 他是一个 很特别的男孩子 那么另外呢 就是琵琶记的 吃糠也很厉害 其实这一则戏呢 去年我们在 《红楼梦昆曲》的 就是首发的时候 就已经演过一次 当时呢 这个赵五娘吃糠 大家都知道 因为这高中国文课本 有选到 所以同学们 还有很多 我们成年人的朋友们 都不陌生 就是这个 蔡博杰的妻子 遇到荒年 丈夫又静静赶考 那她怎么办呢 她只好 自己服侍公婆 那剩下的米饭呢 仅有的一些米饭呢 就因为她变卖了拆环 煮了一些米饭 给婆婆吃 婆婆说 怎么没有青菜 怎么没有小菜 公公就说 荒年嘛 这样就够了啦 你还要求什么 婆婆就说 我不相信 以前都有 就很耍赖 然后就偷偷告诉 公公说 我觉得媳妇 每次吃饭的时候 都偷偷躲起来 她一定是把什么 好吃的留给自己 藏起来 藏起来 我要去偷看她吃东西 走走走 我们一起去看 那公公大概在心里想说 我一个男人 去偷看媳妇吃东西 不大好看 我说我不去 婆婆说 你不去我去 后来呢 这个婆婆呢 就发现媳妇呢 在吃东西 那这个赵五娘 非常的可怜 这个粗糠啊 吃下去 这个难以下咽 因为太粗了 是 一吞下去就咳嗽 又呕出来 可是她就告诉自己说 你一定要吃 你不吃你想饿死吗 饿死了就见不到夫君了 所以她就勉强把这个糠吞下去 就在这个时候呢 婆婆就说 哦 好吃的东西 就把碗抢过去 一抢看了以后呢 当场呢 就就噎住了 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那公公就说 老太婆啊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然后就把碗抢过去 一看 公公也不仅 那个老泪纵横 悲从中来 两个人就追心 刺骨 垂胸和顿足 就说 我们两个年纪都大了 要死的话 也就像我们两个先死 要饿死 我们两个先饿死 要吃也是我们两个吃 就两个就抢这个碗 好 那媳妇当然不会让公婆抢 抢去吃 所以就三个人就 抢这个碗 抢成一团 对 抢成一团之后呢 那个婆婆呢 跌倒在地 公公呢 抢到了碗以后 正在吃 所以这个时候 应该先照顾公公 说你不要吃 你不要吃 刚刚把这个公公 劝好了以后呢 再去安慰婆婆 婆婆已经断气了 太过于痛苦跟悲伤 在这个荒年当中 好惨 一般相信呢 当初演这个戏呢 其实不吉利 但是还是要演 这个在《红楼梦》里面 在曹雪芹的设计当中 恐怕就是告诉我们未来 这个贾宝玉出家以后 薛宝钗一个人的处境 我们来想想看 这个《红楼梦》里头 林黛玉是一个孤女 寄人篱下 薛宝钗比她优势多了 薛家就是皇商 又有钱 当年说什么要组施舍 她一来就是几十楼的大螃蟹 就是非常有钱 非常富贵的这个形象 林黛玉呢 说一直咳嗽咳不好 薛宝钗就好像很天真的 告诉她说 吃燕窝可以 她说你别搞笑了 我哪吃得起燕窝 一个姑女 吃燕窝 所以她晚上就收到 一大楼的燕窝当礼物 所以当时 这个家里面家道非常好的时候 她也可以一直前进 但是竟然呢 在她嫁给家宝玉之后呢 就面临了 迅速面临了家道中落的窘境 这个抄家的命运 不仅仅她夫家被抄家 这个抄家就所有值钱 东西全抄走 然后呢 他们奴仆都要卖掉 那贾设贾真 他们也都被留配边疆 过得这种像奴隶一般的 被拘禁的生活 所以她嫁给贾宝玉之后 虽然是八十回以后的场景 那我们可以想象 就透过这一折戏要告诉我们 是巧妇难为五米之锤 当年再怎么有钱 都是当年过往的事情了 如今该面对的 是最严峻的考验 还不仅如此 这个八十回后 还写到她的哥哥打死了人 被判了死刑 然后秋后问斩 所以她是蜡烛两头烧 夫家也过不下去 娘家也整天啊 这个哀声叹气 所以尽管爱情这件事情 是存在于宝袋之间 好像薛宝钗比较不重视爱情 但是她一个青春女儿 如果说连一点点这种恋爱啊 婚姻的幻想都没有的话 也说不过去嘛 但是呢 就算她有任何一点幻想 到这个节骨眼上啊 也都得抛开了 对 她最严峻的考验就是如此 所以我们到时候在戏台上呢 看这个赵五娘吃糠的时候 可以直指薛宝钗 这是没有问题 有时候我在想啊 林黛玉虽然死亡 让我们觉得很悲伤 活着未必就好过 是 说不定反而更辛苦 更辛苦 活着未必就好受啊 所以这个课题 留给大家慢慢一边看戏 一边去做感叹 这一次的《红楼梦昆曲》呢 恐怕给大家更厉害的感受吧 把那个几大男女主角 未来的命运呢 一次的演出来啊 让大家要承受一些打击 在打击当中呢 去重新体会 深刻体会跟理解红楼梦 拒绝人生 是啊 那么《注法记》的杜江啊 也很重要 因为它是达摩杜江的故事 话说这个 来了一个国外的高僧 梁武帝知道了 梁武帝就说 哎呀 我就是最信奉佛教 独信佛教 赶快去帮我把这个大师请来啊 那么手下人去 去把这个大师给请来了 他就赶快告诉大师说 大师大师 我盖了很多庙 我还一出版 看科了很多佛经 我们国家很多的僧人 都是我呢 鼓励他们出家的 度化他们 你看你看 我是不是一个最虔诚的佛教徒 结果这个达摩就说 这些都不是功德 哎呀 这个梁武帝听了以后 就说我这么好佛 你还说我没有功德 就跟他就话不投机 就说那你走吧 达摩就走了 走了以后来了一个志工和尚 是他们当时国内数一数二的 这个得道高僧 他就说 你错过了一个好机会了 你知不知道达摩是谁 达摩就是观世音菩萨下凡啊 他说啊 那我错过了一个好机会 快给我追 所以追兵就追到了江边 达摩回头一看说 这凡人穷追不舍 于是呢 就折下一根芦苇呢 化作一叶片周呢 就渡江了 我们看《红龙梦》啊 贾府呢 整个落败了以后呢 林黛玉也死了 那贾宝玉呢 是被迫取了薛宝钗 说纵然是举案其媒 到底意难平啊 纵然是客客气气的 你称我为夫君 我称你为娘子 但是到底是心里面 还是不平的 不满足的 所以他做了最后一件事情 就参加了科举考试 中了举 给家人一个交代 而且呢 也和薛宝钗呢 成婚 宝钗呢 也怀了儿子 所以他觉得 他在人世间的事情 已经结束 责任已了 最后一件事情呢 就是去找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送史泰君 就是贾母的灵鹫 回南边 去安葬了以后 正要回来 回来那天下大雪 在一个叫 毗林义的一个驿站 是一个港口 那他就不下船了 他想明天就继续走船 赶紧回家 为什么呢 因为人家跟他说 宝钗也考完试以后 整个人间蒸发 考场那边就不见了 现在派人到处去找 贴那个寻人公告 都没有消息 他想说 这个孽子 又这什么货了 对 我得赶快回去看看 所以他就谢绝 岸上的一切的 这个参访 这个拜会的活动 他想明天一早 就继续乘船 回家 就在当天半夜的时候 正在看着家书 长嘘短叹的时候 突然这个 呼一声啊 门就吹开了 他就会看到 这个船舱外面的岸上啊 大雪纷飞的雪地里头 来了一个红色的人物的身影 走近一看呢 这个脸上四喜四悲 要笑又要哭 头顶着光头 赤着脚光着脚 可是身上披着一领 大红星星沾 看到贾正以后呢 就倒地呢 拜了四拜 这个三拜可能是恭敬的意思 四拜就是拜别的意思 然后起来以后呢 就随着一声一道飘然远去 贾正就说 是宝玉吗 是宝玉吗 宝玉 宝玉回来 回来 怎么叫都叫不回来 他就亮亮呛呛地爬上岸啊 跟着他跑了一阵子 可是这三个人啊 一声一道夹着宝玉啊 是飘走的 落了一片白茫茫 大地真干净 贾正在后面连滚带爬的 追不上啊 说你好狠心啊 你哄了老太太十九年啊 所以很多人问我说 贾宝玉几岁 我说他出家的时候 那年十九岁 那我们看 达摩一尾渡江回头一看 说你们这些凡人 还追我追什么呢 当初给过你们一些机会了 永远不是泰山 所以他一尾渡江 那现在更感叹的是 贾宝玉呢 一夜偏重 这个在大雪纷飞当中 也离开了 那么在这个离开的过程当中呢 回头一看 这个俗人 俗而又俗的俗人 不要再追了 正是他的老父亲 是 所以这个也令人非常感叹 所以这个戏一定要看 看了以后就知道 原来曹雪芹当年的设计 恐怕还是让贾宝玉离家的 最后呢 就是名声了 这是孙志文老师的全新立作 是 邀请大家一定要来看戏 而且我们上一周呢 也为大家呢 有一个详尽的解说 现在只说呢 这个嫦娥的这个戏啊 是当年清朝呢 特别打出来的一出新戏呢 是在这个花招节啊 2月20号的时候啊 演出的叫花神日 古人过花神日的 就是花神下凡的时候过的日子 那么林黛玉呢 就是在这一天生日 所以为什么要唱这一出戏呢 据说民生这一出戏啊 那又说明了他为嫁而亡的未来的命运 所以这个整个85回啊 林黛玉生日 就是他过世前最后一个生日所唱的这个戏 不仅是他自己为嫁而亡 要升天的命运 同时也涵盖了其他些重要 如雪宝钗啊 贾宝玉啊 贾宝玉 对的重要命运在这 如果你选择的是 11月22号这一天的话 也非常好 这个三角席题的三大男女主角 她的人生 她的命运就展现在你的面前了 怎么能不看呢 非常好 你老师这样一讲 觉得好像不能舍弃任何一天 两天都要看 非常欢迎 两天都买票的话 是有打折的 所以是有套票可以打折 套票可以打折 欢迎大家 是 演出的时间就是 11月的21号跟22号 星期六跟星期天 欢迎您把这两天都留下你的时间 好好来看戏 我们在台北市政府的亲子剧场 欢迎大家 好 欢迎大家 那今天节目也非常非常 谢谢朱家文教授 我们节目最后再来欣赏 这一次特别为整个作品 做的一首歌 好不好 对这是这一次节目的新歌 欢迎大家一起欣赏 主题曲 黄明媒 好非常谢谢朱家文老师 谢谢听众朋友 我们下个星期 不只是昆曲节目 跟您说再见了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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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ifold 孢羶群的新歌 孿群的新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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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个帽子铅鸟 一个空袄子铅鸟 一个是谁照顾鸟 一个是鸡鸟 想念中有多少一句 想念中有多少一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赏心、乐视 不只是昆曲 给您精致美好的艺术盛宴 本节目由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赞助播出 开启人文生活美学新风貌 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 公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